馬尼文媛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佳日科學廣場 我們很開心又在這個禮拜六跟大家碰面 當然要特別感謝國問會 這個計畫 讓我們每個禮拜六可以跟大家見面 然後一定也要提到中央大學 因为中央大学也辅助了我们经费不足的部分 所以刚刚王老师还在跟我讨论说 你们这个活动有没有收费啊 答案是没有 我们也希望如果今年还可以再拿到经费的话 一定是会持续的举办下去 那今天的活动我们大老远请来 王雅亮王老师 他从高雄来 然后一大早就坐高铁过来 而且大概我们十点多就到了这里 然后起点开始准备 那刚刚有很多小朋友很兴奋 为什么很兴奋 看一下朱老师现在指的这个位置 这整排桌子都是奖品 全部是坐高铁过来的奖品 好 那个我们助教主的rooming给大家看了 哇这么多 那些奖品最后要怎么送呢 你看一下王老师在这边已经把那个计分表都已经画出来了 活动非常精彩哦 但是朱老师还是要废话一下 因为王雅亮老师是第一次到我们家庭科学广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郑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王博士 在家废科学广场的活动里头 大多数的讲师哦 我们比较多是物理的、化学的、有一些数学的 那朱老师最难请到的就是生物类的讲师 一方面生物类的讲师做科普活动的很少 比据坦白讲就是待会王老师也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真的是非常少 然后再来哦 生物又不是朱老师的专长啦 就是我看到那个你们桌上那个sample我就挂掉了 看到这个东西我就挂掉了 那真的有没有挂掉 有 高中的时候生物就荡掉了 所以我这辈子听到生物 哇整个就是刹 所以今天又要谈什么谈生命密码战 刚刚很多小朋友我们现在的教育其实还蛮成功的 很多小朋友我看他大概在小一小二 就满口就跟我说 DNA RNA什么什么双螺旋 那个我们的教育其实还是蛮有兴旺的 大家不要觉得12年国交就我们没救了 大家拜托支持一下 好那那个王老师今天讲过了远从高雄来 那大家会觉得奇怪 诶王老师不是实践大学吗 怎么会在高雄 我也是认识王老师以后才知道实践大学在高雄的校区 那王老师是在实践大学里头的 他们这个名字很有趣叫做博雅 博雅学部的自然组 那博雅学部待会王老师可能可以解释一下 我猜就是我们班的通识教育中心 可是看像我们中校大学就没有想到 把Liberal Arts通识教育中心变成博雅学部 我那一整个听起来就升了一级 我就觉得哇好高级哦 那我们王老师在里面呢就是担任教授 但是呢这个不是王老师我觉得最 就是我们都是同行教授 可是王老师最令人敬佩的是哦 他从很早他就在墾丁国家公园担任解说员 然后呢又在高雄的科工馆 还有他是一个这个我们叫Day 8 生物科技探索厅的厅长 厅长诶 厅长干什么 诶那个整个那个探索厅的里面的这个规划 活动什么什么人员的安排 实验的设计全部是王老师一个人来主导的 那各位朋友因为我们都是在比较北部嘛 有机会我真的是推荐大家去一下科工馆 高雄的科工馆想是有趣 因为现在迎日生活圈还蛮方便的 那他们举办了非常多的客服活动 王老师在这边参与了很多 然后另外呢 王老师也是属于就是跟我们也 我们大家都蛮像的 就是那个休假过好好休假 然后就是到处跑 全省不止 应该是全国走透透的 什么里岛啦 澎湖啊 南宇啊 什么绿岛啊 然后台东啊 偏乡有没有 这些学校 王老师就是带着他所有这些东西 去带小妹妹做一天两天的活动 真的很幸福 所以我还蛮开心我认识的朋友啊 就是老师们都是这样子的老师 那今天的活动很精彩 就一直拍开来了 我们想一个 就是这个是我个人感想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知道我们学物理的 你认识的物理学家 本知道的讲解 达尔文 达尔文 黄老师达尔文的身为 没关系 朱老师讲我认识 我以为最有名的物理学家叫爱因斯坦啦 然后我们这些人呢 就会你知道会 迷茫嘛 做梦 梦什么 我们常会想 因为我们物理学家看世界的方式 也蛮有趣的 蛮特别的 我不想到各位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一件事 就是你现在呼吸的空气 搞不好我们几百年前爱因斯坦呼吸过 或者是你身上 组成你身上的某一个碳原子 搞不好之前曾经是爱因斯坦身上的某一个碳原子 然后这样想一想就觉得安慰了一下子 因为没有那么聪明的脑袋嘛 就想一想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 所有东西都是原分子组成的嘛 好然后原分子综组组组组组然后再组成更大一点的单元 然后到了生物我们的单元可能就变成像这样的东西 然后我孟老师会介绍 然后会告诉大家在生物里头 在生命里头的密码到底是哪些东西 但这些东西都是原分子组成的 我们物理学家关心的就是 氢原子、氨原子、碳原子 我们关心的层次是这一个 然後王老師 生物學家他們關心的就是更大的分子 然後結構 所以如果你對這個生物原來沒有興趣的話 大概你上完這堂課 我剛剛跟王老師聊 他很多學生都是上完他的課以後 然後寫資源之後就寫那個生物 生命科學系 就去念生物興趣 因為王老師可以把這些東西裡面 有趣的東西跟大家分享 你在學這個結構的時候 如果你實際動手操作過 你會真的非常有印象 桌上都有一個sample 只是不好意思喔 那個我們這邊要先跟大家宣布的是 那個sample待會兒我們可以動手做 但是沒有辦法帶回家 可是可以帶回家的部分還是有準備 所以現在就請大家以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我們王雅亮的模式 好 謝謝朱老師的開場 那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大家好 好 那我剛剛 剛剛已經 好 怎麼聽啦 有啦 好 那剛剛朱老師大概已經介紹我的一個背景 那我當然從高雄來 那當然我最希望的就是把我們所有的東西 精華全部可以交給各位 那像我們在科普活動最重要的就是一個 開一個四窗 所以在這整個過程當中 我大概不會介紹得很深 所以大概各位有個概念 我只會跟你們 台語不是吧 打開一個一上窗有沒有 所以我的目的就是這樣 那點亮你心中的人來把握 那這就過了 那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我也做了很多事情 大概是這樣的過程 所以很多小朋友 很多從國小 國中 高中 一直來參加的活動 到最後他們就是參加生物科技系 然後後來畢業 又回來我的身邊 又來幫忙我 來繼續做科普 所以我很喜歡帶科普活動 因為對我而言 它是一個生命的傳承 那所以今天我們的主題 將會focus在生命這個角度 所以我們現在先把目標望遠 我們大概這兩個小時 大概要認識什麼 第一個生命是什麼 生命怎麼來的 生命怎麼來的 那它的源起是什麼 我們怎麼知道 這個整個過程 它是怎麼來 從一個一個小小小小的 一個細胞怎麼變成 我們大大大大大大 這樣一個人呢 那這個過程是什麼呢 所以大概會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用 PowerPoint 先簡短的 講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第二個階段就重點啦 玩啦 就是玩 我們科普活動 我最喜歡的就是玩 跟大家玩到風 玩到爆掉 那像這樣玩 我們基本上會有 兩個 兩個這是最基本的 一定要跟大家講 你們有什麼 好 這兩個第一個就是玩這一個 好 我們是透過塑膠模型 然後我們來瞭解 DNA的結構是什麼 那這個是十個密碼的DNA 哦 五個對不起 想錯了 五個密碼DNA 所以我們第二個 開始講到密碼了 密碼是什麼 所以目標 第一個生命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目標 密碼是什麼 所以這個密碼 我們可以透過第二階段 動手做 第一個這個 我會告訴大家 那第二個一個動手做 就是透過這一張紙 透過這一張紙 好 然後你可以透過這一張紙 然後完成一個DNA的模型 好 阿姨關你隊 等一下再講 好 所以基本上會有這兩個 那當然當然 嗯 剛剛我有跟 這個是 完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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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剛剛有跟朱老師講 好不容易來這邊 當然希望 把我的精碼都完全給大家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把它衍生到基因 好 基因這個觀念 好 它是一個有意義的DNA 好 有意義的DNA 那我希望把它稍微衍生一下 那如果到時候時間不許 沒關係 我這邊還會有 一個資料 一個教案給大家 所以待會再看狀況 好 我喜歡在整個活動當中 然後邊看 大家從阿姨們在互動 來看狀況 那基本上我是希望 給大家多一點東西 好 那過來 站又是什麼 站又來了 就是這邊來了 所以我們到時候會分組 會分組 我們有十二組對不對 然後每一組大概兩到三個家庭 好 那我們會 你們會希望你們透過小組的活動 把這個分數告上去 好 那不然還有另外一個 個人怎麼辦 個人就是以家庭為主 好 那家庭為主 我就會希望 你們今天發問問題 或是說 我們也有所謂的 以家庭為主的活動 然後家庭為主的活動 我會發這一個 好 這個指給大家 然後你們邊累積家庭的 然後也邊為那個小組的 的努力 那個小組的那個競賽 來努力 好 然後最後分數 巴巴巴巴跳出來 然後最後我們開始會叫賣 哎 你們這一組 你們這一家 到底有多少家 好 分數是多少 然後就一個一個 哇 一大堆 一大堆 獎品都在這邊 我是用一箱 把它拉上來的 好啦 所以希望各位 來 生命 密碼 戰 所以目標已經很清楚了 在這 這兩小時裡面 你們要玩生命 玩密碼 玩戰 要玩戰 好不好 好 那我們現在因為時間不多 因為我今天帶的是 我在客戶館 帶活動大概要 一個 一天的一個活動 那我要再下一代小小小小小 兩小時 所以要請各位稍微配合我 但是如果我講的太快 稍微跟我講一下 不然偷偷跟那個小組長 每一桌 每兩組都會有一個小組長在後面 那我習慣稱助教 好 助教 那我跟他們講喔 等一下你們只能動口 不能動手 誰動手 就是你們啊 對不對 你們要去戰啊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動手 所以他等一下 會用口頭 來協助你 這些助教會口頭協助你 那你們就想辦法 想辦法去爭取這個戰 好 來 我們現在先把 那個POW POINT 我一定要先給這一張 因為他是第一個舉手的 補兵一下 像這一家他就已經有一個了 然後剛剛有一個一直舉手 一直舉手 但是都沒有叫到他 來 還有一個啦 好 那這一個貼紙是我設計的 因為我們帶科普 我很喜歡想東 就是想東想西 那就設計這一個 這裡面有四個字 那我希望至少每個人都會有一張 好 每個人都有一張 那這個完了以後 那接下來再開始用這個去做累積 好 那這就是累積所謂的家庭 家庭的分數 那你不管有任何問題都可以打到我 我們就去互動 那當然如果看時間不行 我可能會都會跟你講 我們要趕快往前站了 好不好 好 來 好 歡迎 先講一些基本觀念 那當然觀念在整個動手做的過程當中 好會慢慢的慢慢給大家 但是先會有一些架構 但是我不會講太深 好 那現在講義也發下去了 那這個可以在整個過程當中慢慢的看 好 那我這樣我的活動 我給他註冊一個教育活動的一個商標 叫做全老演化 那這也是我一個博士論文 我整個一個目標 然後到最後可以各位可以看我的一些想法 整個過程可以看一下 好 來 那我這個題目定叫做生物科技倫理 生物科技的過去與未來 那這跟我們的DNA有什麼關係 來 生物科技跟DNA有什麼關係 開始了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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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A 生物科技 我講我們在講生命密碼 讚 大家很清楚是DNA 那我為什麼題目叫做生物科技 有沒有 只有一個來 就是生物由生物組成 然後生物由DNA組成 然後DNA組成生物 生物再去發展科技 欸不錯也可以啊 你講說欸不錯厲害 生物再去發展科技也不錯 那或許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說 我們用這個所謂的生物的基本的分子 去發展科技 那這個叫做生物科技 那整個科技發展到現在 已經到第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叫工業革命 結果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一些物質世界 這個物質世界 然後第二個科技 第二個一個科技的一個眼鏡 就是資訊科技 所以我們現在又是APP 又是上網一大堆了 我相信各位現在都已經享受到了 對不對 第三個科技 我們又產生另外一個叫做生物科技 因為在工業革命以後 還有資訊科技 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第一個糧食問題 沒辦法解決糧食問題 然後呢 我們還有沒有辦法解決很多像醫療啦 比較生命的這些問題都沒辦法 因為第一個科技革命 跟第二個科技革命 都來解決物質世界 所以第三個科技就出來了 叫做生物科技 叫做生物科技 好那過來我剛才講第四我順便講 因為這裡面很多獎品都是耐理科技 第四個科技有關 所以我們第四個科技是甚麼 就是耐理科技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進程裡面 你會發現它其實只不過我們發現的尺寸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而已 越來越小 越來越小而已 好所以我們現在可以把這樣子一個過程 好生物科技 我在我的活動裡面 因為我在科文館是擔任廳長 所以我在做所謂的社會科技教育 所以我必須要去發展 跟大家的評众講 哇生物科技很好很好 非常好沒有錯 但是所有科技都是像船一樣 是的它可以載舟 但是呢它還是可以附舟 還是會附舟 所以像工業革命造成甚麼 造成我們現在比較負面的是甚麼 有沒有想到來 汙染 汙染 對汙染 環境汙染 好那資訊科技呢造成甚麼 我現在講一個就好了 隨便講一個 有沒有資訊科技 眼鏡會壞掉 眼鏡會壞掉 對不對 好來就掛到湯裡 掛到來就掛到湯 那當然也是一個就甚麼 那還有甚麼 還有甚麼來 枯膝不良 枯膝不良 看太陽眼了嗎 好那你也可以講 這個其實是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 地球暖化 哇那小朋友太陽 你應該是第二個了 已經第二章了 來 好 所以科技它還是有負面 它雖然好沒有錯 那尤其像資訊科 我們現在第一頭組不是一堆嗎 像我現在上課 我已經跟我的學生講 第一個不准講話 看著我 因為我當過解說員 所以我的習慣就是這樣 一定要看著我 然後第二個不准用手機 因為我在講真實世界 real world 結果你在看手機 你都在虛擬世界裡面 不准 所以這是第二科技所造成的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第三個 生物科技去解決 尤其現在我們因為空氣污染 所以我們很多的什麼 癌症 這沒辦法解決 所以必須要生物科技過啦 好那所以在這個生物科技 跟我們這個主題有沒有關係 因為有 我們是利用生物來創造科技 所以我們利用生物的生物是什麼呢 古早古早以前有 我們傳統的生物科技 我們傳統科技是用利用生物來創造一個食品 來請問傳統的生物科技是什麼 我一直講傳統 然後利用生物來創造 我講食品 所以當然有什麼 就是傳統生物科技 醬油 yes啦 醬油啦 為什麼 因為醬油它是用利用什麼 發酵技術 發酵技術 有沒有 黃豆黑豆 然後放在那邊對不對 然後讓它創造 微生物幫助我們 讓它創造 然後產生胺基酸 然後就有這個產品 還有什麼來 酒yes 酒也是啊 這是傳統的應該是第二章了吧 傳統的 還有什麼 乳酪豆腐yes 哇 大家都好厲害 來講來 豆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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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應該沒有 注意喔 我們利用生物 它這個生物傳統的叫發酵技術 它發酵都是利用什麼來創造 來幫助我們製造食品 所以你要知道那個生物是什麼 來 麵包 蛤 便當 麵包 麵包 有啊 裡面有創造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它裡面的那個 來 還有什麼 滾森 滾森 有 有 你看 都是有這個所謂的微生物好方向 好 謝謝 大家有這樣 大家都清楚啦 傳統的生物科技有 但是 我們現在的生物科技不一樣啦 很厲害很厲害囉 我們現在的生物科技 已經可以開始 創造生命了 可以創造新的生命來囉 那所以 剛剛有人舉手來譬如什麼 已經有人講了 現在生物科技 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不錯 這個對不對 第一個嗎 好 已經像基因改造 他已經有講到我們這邊的一個組叫基因 把它改造完以後變成一個 新的物種出現 各位有沒有聽過 一種魚 你去喊現在那個水族館都買得到 銀光 金光 金光 基因 對不對 銀光基因 它是大肚魚或是斑馬魚喔 但是請問 上帝 是照顧者 照顧 或是經過整個演化過程 大肚魚或是斑馬魚 有沒有銀光 沒有 結果現在我們的水族館 竟然有 它這種魚會變成銀光 那為什麼 就是剛剛他講的 銀光基因 但是它改造什麼了 它改造哪裡 剛剛我們發酵技師利用整個生物 就是微生物來幫忙 那 那不然我們現在把它變成是利用什麼來幫忙 來 對嗎 對 基因在哪裡 在哪裡 喔 細胞裡面 欸 不錯啦 所以我們現代生物科技跟傳統生物科技不同的在哪裡 我們現在已經往細胞裡面去利用了 然後不是一顆細胞喔 我們用細胞核裡面的那個泡麵 我要講泡麵 等一下我跟你們講為什麼是泡麵 那等一下你要知道 你用它來開始改造 剪一剪貼一貼一貼一貶 這個才叫厲害 我們銀光基因 從那個海底的珊瑚 它的銀光基因找到銀光基因對不對 或是水母的銀光基因 把它剪下來 把它摘到那個大肚魚 或是斑馬魚它的胚胎裡面去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長大 然後它就會表現蛋白質出來 然後就會有銀光 所以現在生物科技已經開始 往細胞裡面去走了 所以我們目前已經把生命 生命你看我們從一顆細胞 然後慢慢的一顆變幾顆 兩顆 兩顆變幾顆 四顆變幾顆 八顆變幾顆 十六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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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二顆 請問 妳現在有幾顆 一顆 男生好像apa 像兩個顆對不對 怎麼樣 我們現在全部 realized 如數顆 無數顆妳就到月亮去 一顆 一颗 一颗 来 再往上 菜已经差不多了 至少后面那个字 是对的 你改了 等下再跟我看一下 好 吃豌豆吗 来 我偷偷跟大家讲 你没有 谁还没有 你没有对不对 乘女二 刚刚刚讲三十 三十兆 目前有六十兆颗 上下 你目前有六十兆颗 早六十兆颗 那你为什么说上下 上下 为什么都要起浮动 为什么 你有没有 大小不一 不是大小不一 我说六十兆颗上下 对 然后还会怎样 还会增生 所以我们有所谓的代谢作用 在这个动作 还会分化这整个过程 所以一颗 变六十兆颗 所以这是一颗 那最早那一颗 是什么 听说 最早那一颗是什么 刚刚有人讲一颗 刚讲一颗是谁 你 他 他有个专有名词 还有谁没有的 瘦精卵 yes 瘦精卵 对不对 瘦精卵 好 那瘦精卵 爸爸贡献了什么 金 金 金子 对不对 妈妈咧 卵子 妈妈在那中卵子 好 所以两颗 怎样 洞 八千零 锅洞 地火 变成瘦精卵 所以一颗 变两颗 来我们来看 这颗 我都看到泡面 出来了 好 不错 这位妈妈的 泡面 泡面出来了 来 注意看 假设 这是你最早的那一颗 对 你看看的话是什么事情 变少了 变多啊 变多了 哎呦 哎呦 我们看他中 好 所以 来没有那个贴纸的举手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细胞 好细胞 好 大家看到什么 细胞一颗变两颗 还有你看到什么 对我先 他会把这些泡面 这些泡面会往中间集中 对不对 看到什么 细胞被切掉了 切掉 哎 哎 不错 好 家长可以帮忙 没有问题 因为这是亲子活动 你还看到什么 中间那个就是往下了 中间那个往下了 对 往下啊 好往下啊 好 还有看到什么 还有看到什么 来没有没有贴纸的赶快举手 虽然没有贴纸的 来他已经绝索很多次了 都攀水 这滴滴 来 你要看到什么 就是细胞的坑里 哦 他刚刚讲 你很累 你看到什么 就是他有一个大大的 然后从那个斜下 大大的斜下 好 所以有大大的斜下 所以大大的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 所以其实在细胞里面 看不到那个 大不按右键 分出 所以我们看到一颗 然后变两颗 但是一颗里面有什么 每一颗细胞 这是细胞 这是动物细胞 这是动物细胞 然后这是植物细胞 那你注意一下 动物细胞跟植物细胞 它一定中间有一颗什么 大小盒 对 刚刚有小朋友讲大大的 就是这个大大 细胞核 细胞核 然后细胞核 刚刚刚有都注意到 我刚刚讲 这细胞核里面有什么 刚开始 它一坨在那边 就是什么 泡面 对 泡面在那边 那请问 这个泡面是什么 一开始泡面 我现在讲泡面 不一样 DNA Yes DNA 是DNA 当然它讲 染色里还是有点 也是相似 都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特别要注意 那个泡面跟染色都不一样 等一下我会讲 染色里有另外一个名词 好 所以一开始细胞还没有分裂的时候 它是像泡面一样 像泡面一样 刚刚里面看过那个影片 对 像泡面一样 好 那接下来你看 它开始要分裂了 来哦 这张哦 本来是这样 哪泡面呢 你有吃过那个是吧 那个管砖的叫泡面 有没有 你把水倒了而已 开上去 三分钟 打开 哇 以后你会知道了 什么在里面 泡面 错 DNA 你有假泡面 你来使用 阿亮叔叔讲的 泡面啦 好 那所以泡面在里面 这是所谓的DNA 对不对 好 刚刚看到 细胞分裂 就我刚刚讲 一颗变 两颗的时候 它开始会 一直转 开始开始会 会缩短 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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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的 就变成刚刚 他讲了什么 刚刚我们这位家人 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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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一下 阿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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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给他一张 误伤 误伤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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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就说 来 集我集我集我 好 来 再来 DNA DNA 好 来 阮色 所以他泡面 开始变什么 变面条 开始缩短缩短 接着缩短缩短 一直缩短 然后一直卷 一直卷一直卷 就变成所谓的染色体 然后染色体呢 他开始还会再再做一个动作 到短的时候 他会开始进行一个动作叫做 来 看到这个 有没有看到变短还要变胖 那这个胖叫做什么 有什么 有什么状况变胖 染色体负质 所以一只 反正多的到时候再跟我换 基本上我希望每个人有一张 那这什么 那这什么 那这 所以呢 他就开始会进行复制 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嘛 你们看一下都可以 进行复制 然后进行复制 旁边有两个像导王一样 来来来来来 然后开始从里面拆掉 往两边拆 然后开始干嘛 跳大腿舞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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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开始大腿舞 所以我们看一开始分裂的时候 泡面 又分裂 变成什么 面条 那面条变成什么 臭面 泡面 你看 油条就加大腿舞 然后油条在把它拿 拆开 跳大腿舞 然后往两边拆 哦 好 那有 那 那开始呢 再变成什么 这往两边拆 油条两边拆 该变成什么 斑条 斑条啦 因为现在拆大耳鱼嘛 哦 变斑条 那斑条呢 开始慢慢变粗 拉开 然后再变成什么 面条 那面条再变成什么 泡面 所以叫做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泡面演化石 泡面演化石其实也是我们整个DNA的一个演化石 的一个过程 应该叫做细胞分裂石 所以一颗变两颗 两颗变四颗 变成六十兆颗 好那道理来这是洋葱跟肩 这实际拍的哦 在我的实验室里面 我们也带这个活动 就是洋葱跟肩 然后在显微镜里面然后去找 都找真的找得到哦 就真的它一直在分裂 它跟肩一直在分裂 我们那一天有一天 我不知道想到什么 啊我们讲刺激一点 你知道后来我们找什么呢 找蛆 找蛆带有唾液 然后捡它的那个托 这个火银的唾液的聚在染色体 然后我们去做去找那个染色体 结果小朋友的哇哇叫 后来我不敢带了 后来就没带了 好来 那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所看到的 刚刚所面条所看到的叫做染色体 染色体 那注意一下 染色体就是什么时候才会出现 对 只有分裂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哦 那平常它都是什么样子 平常 平常都是什么 靠棉 不错 平常都是泡面哦 只有细胞分裂的时候它才会出现 好 刚刚我们看那个图就很像了 对不对 好那所以呢 我们看哦 我们人 人总共有几对 23多 yes 23对 这个大家这个基本就是国中应该都很清楚 有23对 那22对是体染色体 一对是性染色体 一对是性染色体 好那如果是丰的 不是丰的 雄性 雄性 雄性请问它的性染色体是什么 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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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母的呢就是SS 那各位家长都大概跟我同年起哦 我们以前有个广告叫什么 小YG那裤 对不对 啊所以小YG只有谁能穿 男生 男生 厉害 小YG我以前就是这样背 小YG只有男生能够穿 女生不能穿 因为你们是SS 好那这是人的色体 那这个基本上是因为尺寸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显微科技 大概只搭到这边 所以我们刚刚所看到的就是 哦以为这细胞盒里面就是染色体而已 但是后来随着科技的演进 我们所观察的尺寸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你看有没有看到这个 诶水果幻生 这些面条里面它竟然是卷曲的 有没有看到 这结构有没有看到 后来我们这还奇怪呢 这些生命科学家看到 这是什么 那是彈簧的 彈簧的 对对对 谁谁讲彈簧的 还不错不错 有有有那个想象力 像彈簧这样 对 其实这个就是DNA啦 我刚刚讲它要分变 它要分一直卷一直卷 有没有看到一直卷 什么彈簧 有没有看到 好那这个一样 所以在场设题其实可以看到一条一条 那可不可以看到 好那后来有个科学家叫做Morgan 国中生有没有知道 有 来那个Morgan的错号叫什么 Morgan的错号叫什么 什么 什么国中生 Morgan的错号叫什么 来我告诉大家 顺便帮大家记 Morgan的错号叫做Morgan Morgan 或者Morgan 因为他在玩果仪 那果仪 有几条来这里 八条 所以他的错号叫做Morgan Morgan 好 所以他就做一个很 或许就是实验啦 然后就胚胎起 就给他 照S光啦 或是化学药剂啦 然后呢 照完以后一定会产生什么 长大以后会产生什么 小鬼 对 一定会产生突变 对不对 好 后来再把这些后来的突变种 跟原来原始的在对照 然后再看他的外表性状 然后再看有什么不一样 好 结果发现 这些突变种有些翅膀 本来应该是圆形的 结果变成三角形的 后来就去找他的肌 就是找他的染色底 里面哪些部位 跟正常的部位 有什么不一样 后来他就开始去找 原来突变以后 那个翅膀会变成不一样的 就是这里面 这一段 这一段 就是染色底把它拉开以后 这一段不一样 后来慢慢的慢慢的 就有一个观念出现了 就是说 在这染色底 某个部位 注意哦 某个部位 它会造成 我们的外表性状 会产生我们的外表性状 所以你看去比对就知道 外表性状不一样 看我们染色底 某个部位 一定是不一样 所以 这个染色底某个部位 它慢慢 就有个观念出来 叫做什么 观念这个叫做什么 基因就出来了 好 那我刚刚讲 染色底它是DNA卷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拉开 那把这个片段 这个片段 它会带来一个外表性状 那这样子一个片段的DNA 我们就叫做什么 基因 所以基因就是什么 就是有意义的DNA 有意义的DNA 所以我讲有意义哦 有意义就是意识 它能够形成 生命的外表性状 外表性状 所以你看 有黑种人 黄种人 白种人 一定是 基本上 我们的DNA 差不多一样 但是就是有些部位 会不一样 这些部位不一样 就造成 有些就会产生 黑色头发的蛋白质 就像我们 一样 有些部位 大概只有几个密码不一样 就会带成白色头发的 所以这是一个基因的观念 好 那接下来就慢慢找 好 慢慢找 我们很多科学家都会找 哎呀 到底我们染色体 把它拉长 这个拉长 然后有些片段 它会产生外表性状不一样 那我们叫做基因 到底这条线到底是什么 所以这个必须要随着 所谓的围观技术 看观察技术 越深越深 我们才能观察得到 后来整个科学界 生命科学界 生命科学界 就是这两个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 他叫做 华森 克里克 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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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克里克 他终于发 还有另外一个 我就不讲 他就发现到 DNA的结构 原来 原来 对对对 原来 DNA就长得特负德性 哪负德性来 谁都形容 双骨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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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国中的双骨螺旋 双骨 双骨 那两个屁股在哪里 两个屁股在哪里 来谁还没有 谁还没有贴纸的 两位举手 谁还没有贴纸的 来 双骨 那双骨是哪里 那什么叫骨 那个骨是什么 双骨 两边 不错不错 所以所谓的双骨 其实就是这个两边 有没有看到 这边一骨 这边一骨 螺旋 这是个螺旋 双骨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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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们发现到结构 结构掉到什么 诺贝尔甲 哇 厉害了 所以我们开始已经知道 哦 那个泡面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知道泡面 它的结构是什么 后来慢慢再把它的分析一下 分析一下 原来这个泡面是双骨螺旋 但是它是由很多的核甘酸所组成的 那每个核甘酸一定有个寒氮原基 一加我们看到 一两三四 好 我们寒氮原基有四种一定有一个寒氮原基 然后再加上一个去氧核糖 一个去氧 然后再加上一个磷酸 这样就变成一个核甘酸 是由核甘酸的分子所组成的 但是基本上我们把它拆解 我们忘掉那一个 我用一个形容 其实DNA的一个结构就好像什么 消防队员的什么 或是大饭店的那个什么 手扶梯 想象出来吗 手扶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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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嘛 所以我们用这个计 不要用这个计 用这个计 让它拆弬 所以就像索扶梯一样 有扶梯 有踏板 然后螺旋一直这样上去 你会知道 叫做 這個 來 出來了 好 那所以但是我們後來發現到 這裡面我剛剛不是有講到基因的觀念嗎 但是有些片段 有些片段它會帶出來蛋白質 有些片段會帶出蛋白質 那這個我們叫做基因 但是基因是不是DNA 是啊 也是一樣啊 但是只不過這些後來發現到 裡面這些踏板 這些踏板的組成 它會形成有意義的訊息 那這個有意義的訊息 出來啊 密碼就出來了 所以假設 假設我們說這一段 這一段它會帶出來一個黑色頭髮的蛋白質 那麼我們就講這邊的密碼 我們怎麼唸 來 注意怎麼唸 這個密碼開始解碼囉 叫做GTTHAGTTTCC 這一段我們叫做可以製造出黑色蛋白質的基因 那它的基因密碼就叫做GTTHAGTTTCC 好 後來我們現在有 有一個全球就號稱第二次人類登月球的計畫 這個計畫在幹嘛 在結我們人類這個密碼 整個DNA的密碼 我們知道片段它有記憶密碼帶出來 但是我們每一顆每一個細胞裡面 從勾紮勾紮我們人類勾紮勾紮到現在 我們這一長串裡面的密碼到底是什麼呢 後來我們引解開大概已經百分之六十幾 現在還在解這個基因解碼計畫 那我們解出來後來發現我們人類 我們人類在一個細胞的細胞核內 它的DNA如果我們把它拉長那個靠面 頭拉住 尾巴拉住 把它拉長 總共會有兩公尺 哇 好長喔 兩公尺 但是兩公尺塞在小小小小的細胞核內 但是這個兩公尺裡面 每個攤板都是帶有密碼 那這個密碼呢 來各位注意看 舉手 這個密碼總共有幾種 舉手 來 那個 哈囉 是你 你第一個舉手 好 四種 哪四種 喔 你有貼紙了 帶來按嗎 等一下再換 C T A G 好 C T A G 所以你不管怎麼唸就是C T A G 有沒有別的 沒有啊 所以後來我們原來知道 這個密碼只有四類 就是什麼啊 我唸比較從那個順序來看啊 比較順序一點叫A T C G 來 唸一次來 A T C G 好 就A T C G A T C G A T C G 好 那這個是G 這是C C T T 那A叫做線飄零 G就是兩份飄零 C是包密定 T是胸線密定 該不會記 不一樣記啦 要打他的擺跡啦 你這樣記什麼 A 一個碼 C G就好了 A T C G 所以這個DNA的雙骨螺旋 和踏板 是由兩個小踏板所組成的 有沒有看到 好 除了A T C G以外 請問還有誰發現到另外一個規則 來 注意看一下 還有誰發現到另外一個規則 C跟G 然後呢 A跟TA 不錯 來 觀察力不錯 好 所以除了四個碼的原則以外 還有另外一個原則就是配對準則 A一定要配什麼 T C一定要配什麼 G 好 所以在這個雙骨螺旋裡面 它的密碼 生命密碼 有兩個準則 第一個 組成密碼呢 就是 A T C G 第二個準則 叫做配對準則 A一定要對 T C一定要對 G 好 所以我們後來 我們那個基因解碼計畫把它解開 我們後來發現到 我們人類的密碼 大概有30億的密碼 所以要把我們整個DNA的密碼全部唸完 要怎麼唸 唸一鼓就好了 我們說一邊就一鼓 T 碼 G T T A G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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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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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G T T A 一直唸規 三 comedy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生命密碼 但是這個生命密碼 裡面 如果我們舉例 把染色体比喻是毛线球的话 有没有看到 染色体是不是卷卷卷卷卷 对 把那个染色体比喻是毛线球的话 好 如果把这个毛线球头拉住 尾巴拉住 拉长两公尺 请问这个叫什么 这个线叫什么 DNA 但是如果我们拿剪刀 咔嚓咔嚓咔嚓 咕咕咕咕咕咕 结果有些片段 它能透过一个准则 一个生命的准则 然后创造出 产生出一个蛋白质出现 那请问这一个片段我们叫什么 基因 所以我们国中很难懂的就是这个 染色体DNA的基因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就是用这样形容 你就懂了 你就懂了 好 那所以我们现在的时代 整个时代我们要叫做后基因时代 安静曼根的后基因时代 后基因时代在干什么 我们来找基因 如果我们人类所有的基因 全部都找出来以后 不得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剪一剪 贴一贴年一年 好 你知道鸟人吗 鸟人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创造鸟人 来 谁能告诉我 谁可以创造鸟人 怎么创造 人可以创造鸟人 来 把鸟 把鸟胜绑的DNA 鸟会飞那种 刺把DNA解析下来 然后把人的 人的走路啊 样貌解析下来 然后把它加在一起 哇 不错不错 厉害厉害 它已经有所谓的基因 转直的 这是刚刚有讲的啦 那这个就可以重组了 重组了 所以我们要创造鸟人 很简单啊 我们就找鸟它可以创造翅膀的蛋白质是什么 是有哪些DNA 所以我们所有人类控制制造蛋白质的都是多重基因 大部分都是多重基因 很多对基因产生出来 走出来以后 然后把它看在看在人类这30亿里面的这些部分 当然我讲的这么简单啊 但是有些有些技术问题 理论上是这样 然后呢慢慢从我们小时候慢慢长大 然后它就可以长大 哦哦哦哦哦哇 直接翅膀都出来啊 基本上理论是这样 那我刚刚讲那个荧光基因也是这样 那所以目前我们人类还在找 有人说两万有没有八万 不好意思大家在找 如果找到就不得了啦 好来再复习一下 再复习一下哦 我们人整个生命最早的那一颗细胞叫做受精炉 所以它透过所谓的细胞分裂一颗变两颗两颗变四颗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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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最后人类现在大概几颗左右 六十兆克左右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哎有些细胞 有些细胞变成阿达玛 有些细胞变成屁股的肉 有些细胞变成骨骼细胞 有些细胞变成肾脏 那这个就是说在这一长串的dn里面 有些片段它会带出来特别的蛋白质 然后呢会组成会变成像器官啊 会变成有意义的蛋白质 但我们行使生命功能 行使生命功能哦 然后这个这个就叫做基因 对这叫做基因 那我们目前整个人类一个细胞里面的细胞核 把这个把这个DNA拉长 请问有几公尺 两公尺 然后是左右 那在这两公尺里面 有多少个DNA密码 三十亿 大概是这样 因为大概是初月三十亿 那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把这些有意义的DNA把它剪断 我们叫做什么 基因 然后当要一颗变两颗的时候 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出现 还有什么 DNA会变成什么 染色体 然后我们人类有多少对染色体 二十三对 有一对叫做性染色体 那女生可不可以穿小维基 不行 那体染色体就是构成造成我们身体其他的性状 那这个叫做什么 体染色体总共有几对 二十二对 结束 所以我们大概概念是这样子 当然有很多细节的 我说过 我只在帮你们打开视窗 那这个视窗就是说我们生物科技 为什么可以从传统生物科技变成现代生物科技 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生命密码 生命密码 站稳一下 找到了生命密码 我们找到这个以后 我们可以开始利用这些密码 利用这些基因 利用这些细胞 来创造新的物质 来为我们所用 那为我们所用 那这个叫做生物科技 我们可以创造像那个新的物种 基因转值 我们在沙漠 没办法长出 我们在沙漠 没办法种稻米 简单啊 我是不是去找骆驼的耐热基因 把它栽在这个稻米里面 那请问沙漠可不可以种稻米 可以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 去创造我们的食品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大量生产 我们的药品 创造我们的药品 那像那个胰岛素 胰岛素它就是透过 透过那个胰岛素 我们就是先找人类的胰岛素出来 然后把它栽到大肠杆菌 大肠杆菌的DNA里面 然后把它送到发酵草 然后大肠杆菌 就会依照这个制造胰岛素的基因 然后利用这个营养素 就会制造我们所要的胰岛素出来 所以这个时代 人人都可以干嘛 都可以得糖尿病 为什么 因为胰岛素大量生产啊 都靠细菌帮我们啊 对不对 所以它是大量生产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时代 现在就是生物科技的时代 所以都是可以利用现在生物科技 但是未来有个隐忧 复制人 如果复制人出现 隐忧就大了 对的事情大了 所以为什么 我这个题目叫做生物科技伦理 生物科技伦理 科技可以载舟 也可以复舟 可以救人 也可以杀人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这个DNA 它的密码 它的秘密 我们都找出来了 那我们可以开创一个brain new world 一个新时代 这个天堂 heaven 来让医疗 来制造一些药品 甚至可以 你要男生女生 用记忆都去改变 创造一个heaven 一个天堂 但是 我们也可以创造一个 地狱 就像我想的 什么恶魔都可以创造出来 有没有 这种恶魔 这个就啊 这个创造出来 那是大条 那是大条 那甚至复制人出现 那个如大条 如果我旁边有个复制人 我太太该叫他什么 我儿子该叫他什么 他去赚钱 他有没有财产权 他有没有生命权 改天 改天 我的肝脏坏掉了 我可以找他 把肝脏拿过来 栽进去就好了 我有火了 这个很大条 好 所以 后面 来这个演讲 最后是要讲 生物科技伦理的问题 不好意思 这个很差 我们可以利用废物一大堆 可以 我们有一些 像刚刚讲的 解能战术制造 遗岛术 就是遗传工程技术 我们甚至可以复制技术 陶立昂也出来 陶立昂有没有爸爸 没有 陶立昂是没有爸爸 这个你们慢慢再去讲 复制技术 未来新世界 但是 来 各位把这几个电影抄下来 如果各位对生物科技伦理有兴趣 可以去租这几片 第一片叫做千军欲法 第二片叫做佛鬼附自然 第二三片绝地再生 非常的棒 好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主题 好吧 好了 那这就是 我慢慢延伸 但是有些可能没办法在这边讲 那就是让你们去 一定要把它讲到ending 因为生物 我们要讲今天生命密码 一定要讲生物科技 所以要稍微串一下 好 那完了 接下来 我们就要开始 开始什么 赞 来 赞 我们要赞什么 分数 我们要赞这个啦 我们用这个来做参考 好 现在小组长请发下去 谢谢 对 谢谢 现在发那个版材料 就是这样 先发这个的材料 答案什麼問題 就是發育吧 發育了一輩子了 沒有了 他60兆 我們整個老四兆最後13歲 差不多 大概是這樣的過程 但是其實在整個新陳代謝 他就已經慢慢在形成 所以如果從老細胞最後 定型來講的話 他是13歲 但是 我只是從老細胞最後固定來講 因為之前你還在新陳 但是我希望你去找那個 Google大神 Google去查就是這樣 我希望沒辦法記憶 對啊 其實在 周老師插播一下 來 各位會拿到一個盤子 然後也會拿到很多這個組裝的 你把這個小機密的元件 麻煩你把這個小元件放在盤子裡 再釣了也很好找 你可以開始組裝 你說 我 半根 等下三個再跟我一問 好吧 那現在要自己 好來 來我們 你是要那個要發下去 要怎樣 那顏色要一樣嗎 好來 來我們現在請把那個 你的你的教具 好教具 放在這裡 好不好 放在盤子裡面 趕快 好 放在這裡 好 那我們要透過這些 模型來變成DNA 好 那我們先假設 好注意 來 看這裡 我們現在先要調整心情 來看我這裡 好 假設我們撇開所謂的宗教 對不對 生命怎麼來的 爸媽媽 但是爸媽媽從哪裡來 阿祖來的人 阿祖從哪裡來 祖先來 阿祖先從哪裡來 對 眼變 對 眼變 所以我們過家 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 其實都會推到所謂的 藍綠藻時代 對 藍綠藻是整個是第一個生命 阿藍綠藻就從哪裡來 阿祖 阿祖 對不對 阿所以 我們我們這樣 整個科學界很多 很多 像很多小朋友 好 問我很多問題 因為小朋友天馬行空 都會問你問題 還有我的小朋友 我的小孩子也會問 最後我都會問 跟他講什麼 問上帝 我都會想問上帝 因為 在這個界裡面 還有很多 我們科學 沒辦法去看到 那所以 我知道 其實這個都是一樣 那這個過程 到底是怎麼樣 不管怎麼樣 整個知識 在你的頭腦裡面 你說yes就是yes 你說yes 就yes 好 那所以我現在先假設 阿祖是古早古早的造物者 所以你看我的講義 我們有所謂的造物者 養成斑 假設你們就是人家所謂的那個神 就是造物者 那造物者一定他會放一段DNA 在我們的DNA 在我們的地球裡面 我們假設這個story是這樣子 好 那因為經過所謂的天雷地打 或是不管怎麼樣 然後慢慢的這DNA 越長越大越長長這樣 然後有產生基因 那這些基因 又產生特別的蛋白質出來 所以慢慢的生命就出現了 所以一開始不管是不是真的有造物者 或是他是經過演化或是像科學所講的 就是隨機 啪啪啪就出來 不管 我們現在假設 我們現在就是一個造物者雅成斑 我來訓練你們去創造生命 但是在創造生命之前一定要先創造什麼 一定要創造密碼 一定要創造密碼 然後這些密碼慢慢的才會產生有意義的DNA密碼 記憶密碼 才會產生蛋白質 所以我們現在假設 我們是造物者雅成斑 各位 神啊 好 你們看喔 你現在有一盤 假設在天地魂頓之初 有一些有積分子在你的前面 有積分子在你的前面 然後你要想到 我這個時候想要 我一個人太無聊了 所以我想要創造生命來陪伴我 所以我就把這些 第一個 我第一個步驟一定要創造DNA出來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創造了喔 好 如果你們是神 那我是誰 神 神這個神喔 這個喔 這個這樣講太厲害了 哇 好 所以我是神的神 神的神 每一個人要聽我啊 好 所以現在來 每一個 請把這個拿出來 這一根出來 好 那有沒有看到還有一個少水雷的 來 近照 有沒有看到少水雷 有四個凸臍 好 請把這個凸臍凸在這一根 不是尖端的部分 好 好 有了 有了 好 有了 那 現在 你創造這一個 跟DNA的結構 無關 它只是讓你站起來而已 好 那接下來我們開始要正式做了喔 好 那我們說DNA 它是扶手 還有踏板所組成的 那請問每一個踏板有幾個小 有幾個小踏板 兩個 有沒有看到配對準則 A對T C對G 對 好那他們之間到底是用什麼連結的呢 A 到PowerPoint那一個 換到PowerPoint那一個 換到PowerPoint 換到PowerPoint 這三個 有沒有看到 A對T C對G 你看A跟T之間 還有所謂的Hydrobang 叫做氫劍 然後而且A、T是兩個氫劍所組成 C、G是三個氫劍所組成 所以每一個踏板 都是兩個小大板所組成 但是中間有口香糖連結耶 所以這個叫什麼 青劍口香糖 所以以後吃青劍口香糖 就想到什麼 DNA 青劍口香糖 把兩個配對準則的 韓太元基把它連在一起 NAT C對G 好 但是在我們這個教具模型 叫做什麼 白劍口香糖 這個白劍中間有沒有一條 一條道對不對 從尖尖的戳下去 但是請你開始每一戳一個 就念什麼 青劍口香糖 青劍口香糖 開始念 你要念五次啊 這開始要咒語喔 所以神的神現在交給你 咒語 青劍口香糖 好 然後請把它平均分配 因為我們要配對那個土 所以那個土就不要那個 好 這樣就可以 這個不要弄掉 好來 來這樣子 好了嗎 趕快 請把它平均分配 好了 好 我剛剛講了 這個青劍口香糖 要連什麼 要連生命密碼 對不對 要左邊要連A 如果請問他 左邊連A的話 右邊要連什麼 C 左邊連C的話 左邊右邊要連什麼 好 所以開始 我告訴你們這些材料 有機物 混沌支出的有機物 請你開始去找 ATCG 把它給放在這個 這個青劍口香糖的兩邊 好 預備 開始 家長被幫忙 如果我左邊是G 這個都有 如果是淡 淡藍色的 淡藍色的是C 那我的灰色的就是G 那我如果紅色的是什麼 那密碼叫什麼 A 那另外一邊要練藍色的什麼 T 對不對 好 就你的現在的材料 趕快把它組成 沒有順序 因為你是神 所以你可以創造 密碼 所以隨你創造 對 只要不要超過 A對 T C對G的準則就好啦 那紅色好多 超好多喔 不要怕 你這也是什麼人 所以趕快創造 不錯 不用怕 沒有 可以 來 這個 助教 跟我回報你們來 好的 第一組助教 在哪裡 好了嗎 好,来,好了 出架,赶快回报,好了,赶快举手 就这样,这个结构就好了 好了,就举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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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这是中间的踏板 各位,对不对,已经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要往什么 好,扶手的后探 那扶手有两个结构 一个叫五探堂 五探堂 生命的堂是五角形 这个等下会讲 在五探堂堂,对不对 所以请你拿黑色的 黑色有三个突起 请你把肛给搓在 堂淡岩基的一个洞里面去 开始搓 搓五十个左右 两边都要搓 那个爸爸妈妈可以帮忙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稍微进度快一点 我们扶手 一个分子已经进去了 然后边搓,边要念,这是什么?五探堂 五探堂,边念哦 一样,你要念几次啊?要念十次啊 这个咒语哦 小朋友要念哦 五探堂,一直念 边搓边念 然后助教开始要介入帮忙一下 用口头帮忙一下 好,那接下来 我们还剩下另外一个叫做磷酸 但是磷酸 但是磷酸它是红色的 它有两个突起 哇,但是我们这个五探堂 它怎么也是 也是那个突起啊 怎么动在一起 所以可见它们之间还是有口香糖连结 这个我们叫做黄剑口香糖 那这个黄剑口香糖 其实我们有一个名词 叫做紫剑 紫黄的紫把肉去掉 变成一个油 叫做紫剑 这个紫剑 不是轻剑哦 是紫剑 但是这个你不要管哦 那请你把这个黄剑口香糖 也是间接的一种哦 把它给戳在这 煮碳堂的两个突起 开始 很多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都已经完成了 你们都是从小就玩乐高长大了 你知道吗 然后最上面跟最下面 不要不要搓 最上面跟最下面 最下面最下面不要 那如果你的零件不够 赶快跟你的助教讲 我们有备用的 最下面的 我们有备用的 最上面的 好 最后就是这样 二户投资性 我觉得好大家都已经超前了 好那就这样吧继续 所以我们现在上下还有两个洞 刚刚好这个磷刷有上下两个洞 所以请把上下连接起来 好开始 好如果你的结构是这样子就完成了吗 不是所以还要干嘛 还要扭一下 扭一下 扭一下 变成一个螺旋状 变成一个螺旋状 然后呢这个因为是五对人DNA 所以来注意看我这里 请这样看一定要保证你第一对到最后一对刚好旋转180度 开始 第一对最后一对刚好180度 这是转半圆的意思 半圆 如果半圆起来就OK了 好那这样就可以了 对准就对了 对准对齐 好完成了 那我们刚刚讲蓝色体是DNA一直旋转一直平常对不对 好你看再把它请你把它给压缩一下 哇 所以为什么两公尺可以塞在小小小小的细胞里面 好压完以后请你跟隔壁的五对的DNA开始再串起来 哦不用算了 等一下我们再玩游戏好 来现在开始每个完成的看我这边不要再往下动作了 来看我这里 好了 我要全文鸭扁吗 对全文鸭扁 好让你知道这个概念 或者它螺旋 那其实蓝色体是DNA还要再包所谓的蛋白质 一些蛋白质一直卷一直卷卷卷起来的 他这个比较细节就不讲了 好了吗 好 好 那过来 接下来 你有没有跟隔壁的穿起来 有没有人要收起来 来看有谁先串起来跟我讲一下 有谁先串起来 很快 请问有谁先串起来的 搓在一根 来 哇 来啦 来啦 喔 麻吉烧来啦 有没有看到 又变十对了啦 变十对的DNA 十对的DNA 但是它中间没有连续起来 那个不管 那个不管 你看 变成这样子 所以 比赛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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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那一组 请问有没有至少要两个家庭 你们那一组有没有两个家庭 哇 你一座而已 还有没有谁 来 把他叮起来 叮过来 叮过来 还是叮 喔 没办法 OK 那就算 好 没关系 你就赶紧一组就好了 来 现在 我们比赛 我们要串一个 你要发现 你有把两个DNA串起来 但是中间你会断掉 但是我们要等一下比赛的是要连结的DNA 所以请你把这个十对的DNA 赶快把它拆掉 放在牌子里面 我们开始要进行比赛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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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腿有从头到尾串起来 它才会连结 等一下 我们可以拆掉 把一个十对的DNA 把那个十对的DNA 就是两个换起来的 把它全部拆掉 全部拆掉 那请温柔一点 因为我们这个是国外进来 国外进口的酵菌 喔 国外进口的酵菌 那已经有超过十万个人玩过了 很多人玩过了 请对它温柔一点 因为我这个带这个活动已经带了十几年了 好 拼黄色跟黄色的 对啊 所以我们会拆 不拆了 如果画你手上的DNA 可能是潮水的样子 如果画你潮水的DNA 如果画你潮水的DNA 就是这 是ACCG 好了 好啊 好 好 组长看一下 好 好了 请举手 对 把十对的DNA 全部拆掉 那有什么 我们现在要得知 一股 是一个DNA 要有十对的DNA 在里面 创在里面 十对的密码要创在里面 你刚刚我们是不是做五对密码的DNA 现在我们要做十对密码的DNA 然后请一组 每一组完成 然后我们会专比赛 你ACCG 那个要有千分比赛吗 转队那个 轻件要有十个 十对DNA 啊 ATAP的 是ATAP的 是ATAP的 密码 谁被理用啊 好 好了吗 来 这个第一组在哪里 那个 零件OK了吗 参加了 好 第二组 第三组 那个零件都开了 第四组 第四组 零件拆完没 第五组 第五组 第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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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注意一下 不要分类 这个天地浑沸 是出老分类 对不对 注意一下赶快把它拆散 不要拆散 不要拆散 欸 那浑沸 那浑沸 浑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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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把它拆散 不能分类 不能分类 好多好了吗 还没好的鸡手 赶快赶快 全部要拆掉才可以公平 我希望十分钟内把它拆散 赶快一点 快一点 好 不要分类 赶快 这样大家就把它拆掉 来 拆干净 要拆干净 塑料再等一下 好 来 手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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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 北组 要串 一个几对的密码的DNA 是 可不可以中断 手举起 快点 如果煮完以后 请喊不要 霧 您不要 要帮我们看谁最先 好 好 就喊不要 净 另外 很难受对不对 很多人歪掉啦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 你知道我们最高纪录一根 可以算几对DNA 25 我们曾经创纪录 25对DNA算在一根 那个是我高中的一个夏令 高中的夏令 高中生那个手才有办法 25对DNA 所以我们这个其实可以一直玩 那个玩的那一组 已经有分数的那一组 助教赶快把他的那个 那个教具赶快拿到另外一边去 我们要把他往下走了 已经没有时间了 第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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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放起来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 把他放在袋子里面 就这样赶快把他往右边移动 把所有东西在移动 等一下你们再来组 等一下你们再来收拾算 因为已经没有时间了 我本来还要玩一个就是拆掉 我本来还要玩一个就是拆掉 然后每个人再组一个五对的DNA 然后再把它拆掉放到袋子里面 那我怎么被吸完 不要和时间了 来 这个东西完了以后 我们来拿折子 开始发折子 因为我们要有成绩的关系 所以要公平基准 来 接下来我教你们怎么做 第一个 先 这边不是有框架吗 请把外框 剪下来 包括这五 大家不要动手 不然不公平 把这个T型 外框剪下来 这个也剪下来 就是这一个长条型 剪下 下面的长条型也剪一下 所以到最后我会是这样子 好那这样子完了以后 请你把它对折 对折 那对折完了以后 一般折子有所谓的 实线是一个三线 虚线是一个凹线 但是你也可以这样折 就是这样折完 这样折完以后 然后再把这个T型也折完 然后再把双面胶 把这个T型的黑点点黏一下 我讲很快 没关系 等一下助教会出口 所以没问题 好 那开始把它黏起来 但是注意在黏的时候 请注意 上面的长条型 这个很重要 如果你不黏起来 你的DNA就变扁扁的了 我都会开玩笑 扁扁你要干嘛 变阿扁会做什么 我也抓去乖 大家看这阵子还怎么讲 好开玩笑 好来 那所以上面长条型黏起来 一定要对起 然后下面的长条型黏起来 转一转 把旁边这里面 黏起来 然后过来再把这个洞 每个都打洞去打洞 然后再把那个 再把那个 刚刚那个摸起来 把橡皮筋搓进去 就完成了 就完成了 这是整个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完成组 那所以 因为我们要有成绩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刚刚的 这个是刚刚的 好这个刚刚你们已经 刚刚都会复习一下 刚刚这一个 那你回去可以完成 一根旁边这边 就是这边像个镜子一样就可以了 这就完成了 那你回去可以用六个分子 各代表一个颜色 去涂颜色 那就是变成彩色版了 来 请问 这个制作还有没有不清楚呢 如果不清楚的话 你这一张 这一版最后面 有示范图 后面都有图 你可以再参考 好 对不起 好 所以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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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好 如果你全部完成 请喊Bingo 拿助教赶快 可以介入 好 帮忙 每一个人可以一张 每个人都做一张 好 最后 我希望各位 各位 可以把你们那一组 串起来 好 就变这边一样 你把他串起来 可以带回家吗 对 这就是带回家的 变这样 好 把你们一家人 黏起来 像这样 有没有看到 好 那这就是完成了 好 他爸爸妈妈可以帮忙 助教也要帮忙 现在开始剪的部分 外框 我们剪错了 没有 没有错 是旁边这里 没有错 没有错 有问题 趕快问助教 我们会设助教的原因 就在这里 因为有时候 动手做 有很多状况 好 譬如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 就是时间的问题 好 所以这个时候 助教就有很大的功能 可以增加你的速度 教各位一个快速完成法 可以请把它对折 然后呢 折一边就好了 各位同意是吗 因为你折一边实现 一直往外折 然后另外一边下来 也往外折 只要翻过来翻过去 都折实现 往外折 就可以了 这样会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好 教各位一些技巧 亲子活动有这个好处 你有爸爸妈妈 所以有这个好处 来 我们这样的结果出来 这样的结果出来 那因为接下来 我们开始要 你们要填问卷 那我们在填问卷的时候 我们顺便 你们就顺便出来 去领奖 领你们那个 我会照顺后的数据出来 好 那这边就随便你挑 随便你挑 来我介绍一下 这叫巴克球 这是奈米科技的 里面有说明 那这个叫病毒 一贴它就黏上去了 这是奈米的说明 那这个是我们科工馆 我那时候在那边所做的 生物科技面面观 那这是科工馆的池 这是奈米的池 奈米的贴条 这可以在冰箱 然后这个是池 那这是奈米的那个记录库 然后笔 最贵的是这个 这是基因密码DIY 这就是你们可以回家 慢慢扩充 基因的观念 可以透过这一本去完成 好 好 啊然后那个DNA DNA密码 还是这样赶快收过来 我们也是当奖品 好 所以第一名 你们 来现在 你要先把混卷花下去 好 好 来来 那谁混卷我们再来 慢慢交出来 谢谢 我们这个王老师 已经把那名次统计出来了 然后像第一名 有两组 就是第八组的 真 跟第四组的零 好 我们就按照顺序 就是待会我们会唱名 第一名 请出来领奖品 然后大家就可以过来领 然后 领奖品的原则是这样 一人一份 然后你挑你自己想要的 但是有一个东西不能拿走 就是这个 这个是朱老师已经做好的sample 我们是怕你回去不知道 要怎么做这个东西 所以有做一个sample 在这里给你看 这个就麻烦你留下来 不要拿走 好 然后 但是在这个 大家开始开心的里面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你说 怎么办 做好事 这上面只有到五耶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怎么办 没有奖品吗 奖金 我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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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老师是大老远 他今天真的很辛苦 他坐高椅 然后就扛着那一箱 那个奖品 光奖品就一箱 他有考虑到 就算你没有入选到这前五名 所有人通通有奖 所以第五名领完以后 我们就开始 接下来没有领到奖了 我们就开始 依照这个奖品 对 你开的时候自己去 你不要 通通有奖 不要担心 好不好 但是 但是 今天的活动会精彩 你看 你有玩到 然后又有学到 又有东西可以带回去 又有传家之宝 传家之宝 不是吗 是吧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最重要的程序 要谢谢我们 王老师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来 拍拍一下 感谢队长 从那个 古彩队长 摄影姐姐 没关系 没关系 欣云谢谢 来 借大家手一下 来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